每個人睡覺的時候姿勢都大不同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睡覺的姿勢也得好好講究 就有研究顯示 證實了右側睡覺比較有益健康 熟利台東醫院醫生也說明 一般的民眾是可以不用刻意的 採取右側的睡覺姿勢 因為只要是不良的睡姿 都會增加脖頸以及腰部肌肉的負擔 在養躺的一些基本的一個藥件 那當然第一個脊椎你要是直 然後床鋪的話 我們會建議不要太軟的 應該有一個比較有力的支撐 這樣會比較好 然後枕頭呢 如果你是仰躺的 不要太高 所以我們在平躺的時候 一定是墊在膝蓋底下 然後你腳放鬆 很自然的有個支撐 那你手的話也是一樣 看你是要放肚子上 或是放兩邊都可以 那原則上就是以你 躺起來是很舒適的 它是這樣的墊 那其實這樣的墊是 反而比你不墊更糟糕 那我們會希望怎麼樣的墊呢 一般是我們要墊在膝蓋底下 這樣的一個姿勢 它是腰椎是一個放鬆的 然後你的腳是有一個支撐的力量 另外還有更進一步的證實 趴稅會比較於養稅跟左側稅 能夠減輕心臟負擔 因為我們人體的構造 不是完全對稱的 所以我們在左右側稅的時候 對於我們身體自律神經的影響 並不是完全一致 那所以先前的報導 他們研究發現說 右側稅對於心臟的自律神經的影響 比較良好 那所以會建議右側稅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適合右側稅的一個姿勢 如果說刻意保持一個不習慣 或者是說不舒服的姿勢的話 有可能會導致你的脊椎 肌肉的一個使用不當 那可能造成你的睡眠品質不良 或者是睡醒之後 會容易覺得腰痠背痛不舒服 不過不論要怎麼睡 都希望民眾要有正確的睡覺姿勢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東台宣布黃浩君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